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婉儿 你怎么会知道 婉儿 你说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鹿 而是另外一个人 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他要保护的是柴鹿 他要保护的是柴鹿 他要保护出来 柴鹿才是柱鹿 他要保护的是柴鹿 我保护的是柴鹿 我保护的是柴鹿 你是柴鹿的 是柴鹿 是柴鹿的 是柴鹿 那是为了慕容婉儿 就因为慕容姑娘拒绝了你的提亲 你就丧失了自信 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就算不治疗 就算带着这个病 也可以活成好几年 只不过 日子比较痛苦而已 玉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自己啊 父王 你是不会明白的 没有人 会明白我的想法 张冲与柴露之所以会听柴玉的话 都源自他们的祖先 对前朝时的柴甲忠心耿耿 那已是将近百年以前的事情 没想到 他们依然如此制众 这就是愚忠 当事者自认为耿耿忠心 却将忠字 用于不义之事 所以张冲 才宁愿一死 以保护柴露 没错 他以为如此一来 便查不出幕后的主毛是柴露 可柴露也是个人证 难道他也会寻死不成 张冲与柴露 亲自守在大牢外面 就是防他自尽 要是他死不招供 又如何能查出柴玉 只要能够证实 柴玉的确与他们 曾经在藏经之处近处 就可以证明 他对此事之情 但凭这一点 便足以将他治罪 可婉儿是亲眼目睹的 除了婉儿之外 还有那些 所谓藏经的卫士 也是人证 可是他们都是柴露的心腹 就因为他们全是柴露的心腹 所以在搜查王府之后 我并张冲照顾 把他们关进大楼 逐一调查 斩护卫此举 的确掌握了心腹 有了那些卫士的证词 便已足够 明日一早 我们就前往盲苦 将柴玉拘捕到岸 可避免 永热 可避免 母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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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